昨天发了温克勒的这把手斧之后 大家都说你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实操一下呢 其实我内心纠结了很久 因为毕竟这是一把5000块钱的手斧 但是今天为了你们我拼了 我决定把这把斧头拿出来实战一下 来看一下它的实战效果到底怎么样 这是一棵已经死掉了的松树 我们来看一下 去些小支 轻轻松松没有任何的障碍 还是比较比较容易的 然后再来试一下这种劈砍 劈不动啊 我感觉我翻车了 不过我可能找到原因了 其实这把斧头啊 它的整个的目前的开刃方式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开刃形式 并不像我们有些用刀的时候 用的是丝砍刃 所以这种角度的斧头 它更适合用来做劈砍一些像金属之类的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没有把它在后期加工的话 它其实实际上是不适合用来劈砍这样的木头的 代表着说 它可能有一个特定的使用场合 或者说你把它处理完了之后 再来干这些活吧 反正今天不能继续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